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蔬菜 洋葱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老安 说起洋葱啊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食材 而且呢 有着蔬菜皇后的美誉 是许多营养学家极力推荐的养生蔬菜 药食俱佳 功效良多 那么洋葱都有哪些主要的功效呢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 它可以预防血栓 洋葱当中含有多种的硫化物 它们可以直接抑制胆固醇的合成 具有预防血栓以及动脉硬化的功效 另外 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洋葱呢 具有一定的清洁血管的作用 可以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最后 还可以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洋葱含有的前列腺素A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粘度 从而呢 具有降血压 增加冠状动脑血流量 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 除此之外呢 洋葱搭配不同的食材呢 会有不同的功效 我们一起来看 洋葱加番茄 抗衰老的高手 番茄当中富含的番茄红素呢 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呢 增加血管弹性 降低血脂 辅助降压 番茄和洋葱搭配 抗血管强免疫的效果会更好 洋葱加土豆 花油能手 土豆和洋葱呢 一样都富含膳食纤维 而且热量低 饱腹感强 两者搭配呢 减脂瘦身的效果会更好 洋葱加鸡蛋 补钙搭档 洋葱和鸡蛋呢 一起吃 能够维持骨骼的强健 尤其对于更年期的妇女和老年朋友来说 非常有好处 虽然很多朋友喜欢吃洋葱 但是一切洋葱就会被熏得泪流满面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切洋葱不拉眼睛呢 第一个方法 冷藏 把洋葱放到冰箱里冷藏个10到15分钟 再取出来赶快切 就不容易拉到眼睛了 第二个方法 蘸水切 切洋葱之前呢 用水啊 冲洗刀的两面 切的时候呢 还不断的蘸水呢 就能大大减少辣味物质的绘化量 这个小方法 您学会了吗 如果您觉得老安说的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可以点亮再看 也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分享按钮 把视频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获益 看更多养生常识 食料妙方 请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按钮 选择呢 添加朋友 公众号搜索 老安谈健康 并关注 快去关注吧